之前介紹過三間深圳酒店 價錢大約是500元港幣一晚左右 有些朋友就跟我說 這個價位的酒店對於他們來說略為有少少貴 所以就想我介紹一些深圳更加便宜的酒店 今日就來跟大家介紹一間 位於盧區大約是300元港幣一晚的酒店 而且一部電視還可以免費看電影 這間就是在深圳有三間分店的營商酒店 和L游記 我今次住的這間是它的羅湖口岸火車站店 雖然名叫羅湖口岸 但其實它距離羅湖關口 都有一定的距離大約要走十多分鐘左右 而其實它更近的關口應該是敏感度口岸 近成怎樣呢? 由我房間的窗口看出去 這棟建築物就是敏感度關口 走過去大約只需要一個字 如果你認為由敏感度過關會比較方便你的話 這間酒店應該都會挺適合你的 另外這間酒店也是非常接近地鐵站 它最近的地鐵站是向西村站 由A1出口出來大家已經可以見到 營商酒店這四隻大致 不過其實向西村站 我自己就覺得不是一個很方便的地鐵站 當然在這個站只可以搭到9號線 但這條9號線是不會途徑一些 我們香港人會去玩的地方 加上不可以直接轉去1號線 所以我想在這間酒店住的話 最好的出門方式應該都是以步行又或者的士為主 走過去位於國貿站附近 很多香港人經常會去的大型商場 金光華廣場 大約需要10分鐘 而飛得過去東門的話 應該不需要跳標就可以去到 不過從地理位置來說 這間酒店最優勝的地方 是它和上次介紹過的吉志酒店一樣 距離一個深圳食宵夜非常之出名的地方 向西村是非常之近 走過去大約只是5分鐘的路程 大家就不用擔心 晚上肚子餓會沒有口吃 而營商酒店在深圳的另外兩間分店 其中一間鄰近深圳東站 不過那間是不接待外賓 所以我們香港人是住不到的 而另一間雖然叫東門店 但其實它距離東門不會近得過這間分店 加上完全不近地鐵站 所以地理位置反而沒有這間那麼好 說回我這次介紹的這間分店 我住的是第三季的大床房房型 在去乃兒那裏預訂的話是274元人仔 為港幣大約是340元 而如果你不介意沒有窗 和房間會小一點的話 你還可以預訂234元 甚至是198元人仔的房型 當然正所謂一分錢一分貨 營商酒店作為一間比較低檔少少的連鎖酒店 它的房間設備就肯定沒有 我之前介紹過的其他中檔連鎖精品酒店這麼好 先來講講這間酒店比較好的地方 第一樣就是電視機有得看電影 不過選擇並不多 而且都是一些比較舊的電影 第二樣就是作為一間便宜的酒店 這裏是有提供即棄的妥鞋 第三樣就是由於房間比較大 所以這裏是有一個比較大的衣櫃 第四樣就是洗頭水和沐浴露 都是獨立一支支 雖然沒有那麼環保 但是比較衛生些 另外這裏還有護髮素 不過質量就一般 第五樣就是雖然這裏 和很多大陸的中低檔酒店一樣 都只是佔一棟商業大廈的其中幾層 不過升級裏面的酒店樓層 是要拍房卡才可以按到的 講完好好的地方 接下來就要講講不好的地方 第一 這裏的隔音是非常之差 你是絕對可以很清楚聽得見 隔離房在說什麼 另外我房間比較近升級裏面 所以早上會被走廊的人吵醒 第二 房間裏面燈的數量是非常之少 而且沒有夜燈這件事 如果你落臉來睡覺的話 關掉燈之後 整間房間是會一片擦黑 但是開著任何一盞燈又會太光和 所以這裏房間的燈光設計 就不是太夠人性化了 第三 作為一間便宜家酒店 這裏的衛生是會比較差少少 特別是床單和毛巾 看來有點灰灰黃黃 感覺上就有點殘了 另外這裏的肉巾 是有用一個膠袋來套著的 感覺上就有少少多餘了 第四 Check-in 那時是要付200元昂金的 而且只收錢 所以大家來住的話 記得要打夠錢 雖然是這樣 整體而言 我就覺得這間營商酒店 以這樣的價錢 在盧湖區來說 質素算是不錯 至少床頭和走廊位 都不會像其他相同價位的酒店那樣 會讓你看到一些大人用的東西 給我的感覺 它不是一間專做時租房的酒店 衛生情況 怎麼都會比那些酒店好少少 所以我覺得都可以推介給大家 好了 今集就來到這裡 明天我們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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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